前十七拍到 兵士車開在路上 卻越開越偏 直接撞擊路邊的車輛 撞擊力道之大 兵士車沒hold住 視角曹天反覆在路中間 駕駛受困車內 來聽聽目擊者說法 被那個玻璃那邊壓著 然後我說你可以出來嗎 他說可以 然後我把他前面的障礙拨開 然後他就自己慢慢的 就是爬出來 駕駛是七十二歲的賴清老先生 他開車行經苗栗式遇侵入 不明原因撞擊路邊車子 車子烏龜翻 他脫困後只說頭暈 腰痛外沒有明顯外傷 送醫並無大礙 警方出步調查 駕駛開車在遇侵路 先撞擊路邊停車後翻覆 被撞的轎車 再往前推撞前面一輛停放的轎車 駕駛九側直鈴 不知何故會開車自撞 車禍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理清